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吴明 就算王一博稍微拉胯 也挡不住这群 演技炸裂的配角 春节当各大影片竞争激烈 张艺谋的满江红 汇集了陈腾和易洋千玺两位票房老大 结合超优质的拍摄技术 满满期待 重磅续作《流浪地球2》单看名字 就已经足够精彩了 这次有刘德华和李雪剑两大明星加盟 演员阵容可不一般 预告片中的特效令人惊叹 想看人数达到了118万 相当吸睛 而出品过《长津湖》系列电影的《博纳影业》 也在春节期间出品了《谍战大片无名》 片中有演员梁朝伟和一流的王一博 这个配置也很疯狂 影片预售总票房突破1.06亿 可见号召力不小 因为谍战题材 电影预告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神秘感 更多的镜头给到了演员们的演技 其中 王一博的表现应该算是最受关注的了 王一博是偶像出身 出演《陈情令》后走红 随后在有匪 《风起洛阳》等剧中也展现了演技的进步 新片中王一博的眼神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因为预告中没有台词流露 完全是靠眼神来传达情感 他一身笔挺的西装现身 眼神冷漠却又凌厉 看似平静的状态 似乎蕴藏着惊涛骇浪 随后 王一博又出现了一次戴伤的镜头 脸上有严重的预伤 身上还穿着西装外套 他的气息变得更加慵懒和脾气 状态也更加释放 虽然看不清楚 眼睛 但心情是对的 其中 王一博也有远景打斗戏 这一幕给了他更大的发挥空间 他来晚了 听到里面传来声音 保持着警惕 眼皮微微垂下 做好准备 随后他举起手中的枪 显得有些紧张 双臂微缩 准备冲进去 让在场的人心都悬了起来 情绪不一般 打斗中 王一博双眼紧锁 但片刻停顿后 眼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惊慌 瞪大眼睛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引得现场观众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 演出的渲染力还是很强的 王一博这次以最强级别出场 他把人物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 就算没有台词 他也能感受到人物的状态 好在他的演技足够稳定 因为他哪怕有一点点崩溃 也挡不住这群演技炸裂的配角 本片请来的演员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难 配角都在线 黄磊作为老溪谷 也是大家认识的 虽然这几年沉浸在生活剧中难以自拔 但他在县尾大院等剧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新片中 黄磊头戴黑色大礼帽 身穿仿佛融入夜色的长袍 一脸严肃地看着过往车辆 眼神紧追细节 但黄磊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的巧妙 力量的掌握 看起来很自然 没有任何表现的痕迹 凝固的瞬间 黄磊往旁边瞥了一眼 眼中满是试探 身上的气势却是逆向而去 应该是他在闭关的中途 保持着严谨的状态 保护着自己的后背 盲目猜测黄磊应该是个好人 对于大鹏来说 观众可能更多的停留在他的喜剧里 但是从大鹏在双探这部剧中的表现来看 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预告中大鹏的镜头不多 但他的长相其实有点洋洋得意 戴着矿眼镜 眼神有些算计 没想到大鹏把这种角色演得还不错 王传君走话剧路线还是不错的 出演我不是要神后成功翻身 但在热播剧三体中的表现 却饱受争议 十年归来 关谷依旧神迹 在这次的新电影中 他的服装应该属于特工 他演这种角色应该游刃有余 眼神中颇有情绪 不知道是不是沃迪卡 江书颖在《三十而已》中饰演的王曼妮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片中 江书颖冰冷的白皙肌肤 让人眼前一亮 眼神中透着难以言喻的冰冷与疏离感 他看起来像什么 名演员周迅的演技无庸置疑 他当年在风声中的精彩表演可以说是神仙级别的 周迅在这部新片中的戏份应该不会太多 海报中 周迅的眉眼弯弯的 给人一种极其温柔温柔的感觉 不过在预告中 周迅的眼神似乎多了些坚韧和狠辣 微仰着头更是情绪满满 按理说 单一的角色设定对周迅来说真的很有用 片中肯定会有反转 小花张亮莹的脸很有电影感 很有故事感 这次她和王一博演情侣 预告片中 她的眉眼间流淌着难以言喻的忧伤 乱世爱情的演绎应该很有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另一位男主梁朝伟 更是成为了诸神争霸时代的最佳男主角 易先生 这部新片里梁朝伟和王一博应该是对立的 因为招数是致命的 而且梁朝伟的拍摄角度都是逆光的 她在黑暗中待了许久 看不清她的脸 按理猜测 她手里拿着的是狼人牌 昏暗的灯光下 梁朝伟从上方拍了一张特写 应该是为了得到什么 她神情严肃 没有多余的变化 眼底尽是沧桑 刀尖上 步步为营 在定格特写中 梁朝伟终于有了一个明亮的特写 她仿佛在看着对面的人 先是凝视着对面的人 嘴角一扯 随即幻化出别有异味的笑容 别战氛围比较到位 总而言之 吴明可以说是大咖云集 作为男主之一 王一博展现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在导演和其他演员的带动下 他的眼神明显活泼了很多 感觉也比以前多了 其他配角都不错 这波同台戏足够吸睛 悬疑多反转的剧情应该稳了 那么你最期待影片中的谁呢 王一博无名欲受过益 疯 是无敌的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将吴明与风声相提并论 吴明是一部谍战惊悚片 很多人和我一样 一想到谍战大片 就会想到风声 风声是中国谍战片的里程碑 风声2009年国庆档上映 票房2.35亿元 横扫全国获得三枚金牌和八项提名 李冰冰 李明玉获得金马影后 韩语版风声将于2023年上映 风声 我国第一部谍战悬疑片 永远的第一 无法超越 第二和第三名是华语军事片和惊悚片 无见到以1-2获胜 无脚无敌勇士 在电影办公室 电影荣誉 常委效应 全球影响力等方面表现出色 有人会质疑 如果风声如此 完美 无明又从何而来 搅动了华语谍战片的宝座 小编又要上头条了 错误的 错误 坏的 无明是一部堪比风声的真实谍战悬疑片 我将使用这六个重要词逐步解释细节 故事背景 王一博 方言旁白 故事情节表达 演员阵容 与风声相比 无明是一个很好的硬木桶 有明显的缺陷 标题和认真 客观 理性的分析 揭示了缺陷 粉丝朋友们可以在举报前少喷 阅读我的文章 并确定我是否在做出轻率的决定 演员 豪华 强大的演技 风头星光异矣 极具戏剧性 周迅 李冰冰 张涵与 王志文 黄小明 苏友鹏 斜杠英达 石兆旗 尼大红段 一红 朱旭 刘维 为为张一百 吴刚 邓家 佳 刘云 爱戴 这部电影连油腻的小明都变成了日本人 黄小明在剧中饰演日本军官 无明 演员阵容远非疏 甚至有小福奇稳一端的趋势 待会儿我给王一博解释 梁朝伟 华语影坛最红的演员不用我多介绍了 他的荣誉比我吃的还多 梁朝伟的车确实翻了 大家都知道百度人和欧洲攻略很烂 梁朝伟付出 我看过所有的预告片 稍后会发布一个 他的表演让人想起色戒 分分钟带回紧张刺激的地下谍战战场 一如易先生的装束和氛围 我不会说太多 看预告片吧 下一个 黄磊 周迅 孙伯志 大鹏 黄传军 江书颖 张静怡 预告片显示每个人都在这个角色中 即使很多是新演员 周迅和梁朝伟四人组 梦幻版的演技组合 无明 粉丝为何不期待他们碰撞出的火花呢 大魔术师导演 尔东升 2012年 倾听者导演 麦兆辉 庄文强 2016年河马 导演 清哲诺布 风生 在梁朝伟和周迅手下略逊一筹 虽然风生的演员阵容更强 无明 比 风 更大更开放 风 主要发生在一座城堡里 简直就是杀剧本的演员 上古鬼魂是谁 无明 预告片展示了许多外景和庞大的背景故事 除了空间小碰撞 导演还刻画了那个年代无明勇士抗敌牺牲的场景 两者都没有好坏之分 无明比风生的场面更多 更能刻画理想主义的冲突 预告片展示了一部美丽开放的电影 导演用光来营造气氛 许多明暗对比加剧了叠战气氛 在故事背景上 我认为无明会打败风生 甚至在大导演的带领下获得完整的评分 相信导演成二能够充分探讨这个革命题材 用无明深入刻画无明地下劳工的斗争 为观众展现一个新的世界 成二的屏幕表情 首先介绍一下导演 毕业以来 成二导演了四部电影 包括他的毕业作品 看看他最近成熟的作品 编镜风云豆瓣7.8 风流消亡史豆瓣7.8 浪漫的垂死史获得了这些荣誉和提名 从编剧到后期制作 他亲自参与每部电影 成二导演独特的镜头表达和光影运用 让人过目不忘 浪漫失踪就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大多数观众不喜欢这个情节 他们也会说 这部电影太可爱了 成二导演的荧幕情怀太棒了 镜头构图好 色调可爱 残暴美学恐怖 发几张截图 秀一下导演的眼光 我不担心屏幕上的 无名 甚至有期待 近期发布多张电影海报 从开阔雄伟的自然环境 到阴森恐怖的室内景致 无一不引人注目 更具标志性的对称构图 鲜明的色彩质感 我会发布一些图片供您欣赏 因为太多了 王一博 流行的炸鸡很危险 在无名中 王一博的 长得丑 演技差 资本威胁 是主要卖点 首先是王一博的颜值 这不是演员的脸 预告片显示了 她的独特性 避免扁平画像梁朝伟 和周迅这样的演员 讨论无名的女演员张亮颖 她没有张柏芝 范冰冰 王祖贤等人好看 果敢依旧清晰 光影可以表现人物的感情 赋予故事性 她的魅力依然带着 一种特殊的气场 她的预告片 和之前的作品截图在这里 王一博看起来不错 2018年 创造101素颜出镜 没有人会说她丑 王一博和其他偶像一样 缺乏演员的骨气 身在狱中的吴先生是舞台神 但在电影中却显得陌生 王一博的颜值不算高 但也不差 导演采访 程二在采访中表示 写完之后 她几乎就想到了最佳男主角 选择了王一博 王一博的沉默让她感动 这种性格很符合剧中人物 王一博配合得很好 如果 王一博的人设和性格配合得好 至少现在演技 不会是她的主要硬伤 毕竟 演员和角色必须极其相似 希望王一博 能用这部电影打我屁股 方言叙事与剧情表达 观影门槛高 商业片难卖 第一 方言问题 导演之前的电影《风花雪月》几乎全是上海话 可见她对方言的热爱 上海话和广东话一样 不常见 比东北话和四川话更难听懂 之前公布的王一博王传军片段 上海话有质感 但难懂 该团队很快否认了这一传闻 吴明这次使用了普通话 广东话和上海话 借鉴了之前的作品 这减轻了方言的缺点 使用得当 可以还原胶片的颗粒感和层次感 最后 情节表达 成二指导风格鲜明 叙事和电影美学反映了这一特征 非线性叙事打乱了时间和空间 这让观众感到困惑 并且很难预测开始和结局 很适合谍战 但是 这种叙事方式会让影片显得杂乱无章 让观者感到一头雾水 只能说 线性叙事 爱的人看得津津有味 不爱的人会觉得很玄 片段显示 成岛融入了很多战斗场面 或许有助于整合非线性叙事 带来的碎片化 因为 我喜欢中国电影 所以我希望吴鸣和风声一样好 希望我们的电影之旅能够成功 平质的美丽令人惊艳 成长才是希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